长江上四条载满货物的货船 神秘莫测的码头 监控黑屏定位消失 通讯中断 他们究竟遭遇了什么 船上的四名船主 一时间生死未捕 价值不菲的货物 是否也遭遇了不测 封印监控的码头 天网栏目即将播出 2022年11月10日上午九时许 长江航运公安局镇江分局 接到一起报警 报警人沈先生 是镇江本地一家物流公司的负责人 他告诉警方 就在一天之前 他组织了26条货船 运送一批煤炭 可发船才三个小时 就有四条船上的监控设备 出现了故障 这四条货船出现的故障都一模一样 先是船上的监控黑屏 随后几条船上的卫星定位信号也消失了 我们第一时间就想着通知他通电 看到他的现状 卫星定位信号对船舶舶航行安全至关重要 同时它也是货主实时掌控货物运输情况的重要手段 组成这个船队的26条货船 大多是沈先生临时联系的 属于初次合作 按照约定 这些船只要全程开启卫星定位系统和监控设备 基本上是联系社会上的 社会上的多 不认识的多 很多都不认识的 沈先生立即拿出手机 试图联系出现异常状况货船的船主 可这四条货船船主的电话也打不通了 这个他们电话联系不到 或者你发生了什么意外情况 四条货船消失的时间都是凌晨两点左右 在长江上夜航是存在一定风险的 沈先生既担心运送的货物有所损失 也担心几条船上船主和船员的安危 他守着定位系统熬了一整夜 却还是没能联系上这几条船 随着天色渐亮 他意识到不能再等了 果断决定向警方求助 第一天当时在这个 镇江水域洋中地区吧 接警后 长行警方立刻派出警力 搭乘船支沿江搜索 定位信号消失的地点 是丹阳附近的一个码头 赶到那里后 警方发现失联的四条货船 正停靠在码头边 然后当时这个船主 也给他了很多种理由 首先就是他到了码头 他的手机信号不好了 我这船上的电瓶不好了 然后没出租电 然后就直接断电的情况了 面对警方的询问 四名船主的说辞都惊人的一致 据称他们的船只刚一停靠在这个码头边 船上的电子设备就全部失灵了 他给责任推给监控北深 还有就是这个水域 这个水域可能把信号干扰了 什么情况 反正责任肯定不是他自己弄的 可是码头附近的手机信号明明没有任何问题 沈先生顿时就起了疑心 在登船查验货物后 民警得知 这些船上的煤炭好像被人动了手脚 他先到船上去看了一下 也没看出什么事情来 然后就发现其中有一条船 有一丝一个脚印 这传统说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这个不是我弄的 据了解 此类装卸煤炭的船只 在装载货物时 几乎全部依靠机械化 并不需要人力搬运 因此煤炭堆上出现的脚印 显得十分蹊跷 这个其实也没有一定的唯一性 因为它油布盖的时候 它可能还真的是 这个它拉过来 然后人进去给它拉一下油布 这个可能性也是有的 也不能够排除这么一个情况 沈先生还注意到 和发货时相比 这几条船的水尺 都有一定程度的上升 这说明 这些船只的重量变轻了 它根据这个船 装到一定尺度 根据刻度 再根据一个仓容表 来换算冬位数 这个冬位数没那么准确 它没有过半那么准确 在民警看来 沈先生怀疑的这一点 也是立不住脚的 目前这几条货船排水量的变化 还是在正常的浮动范围之内 而船主给出的解释 也相当合理 它需要在过程中打水 那么出发的时候打水 运输过程中打水 那么这个冬位数 整个是不准的 会发生差别的 所以它在这个协议当中 就是允许百分之多少 千分之多少的这个误差 眼见失踪的货船已经找到 可没想到 施主沈先生却一再坚称 自己的货物被人动了手脚 随即 办案民警提议 将四条船的煤炭 全部卸货称重 这下子又轮到沈先生为难了 实际上每条船上 具体装到多少吨 沈先生他自己也不知道 因为这个船它有大有小 它装的可能装多一点 有的可能装少一点 但是相差不会太大 比如说一条2000吨的船 它说不定可以装到2100吨 它也可能装的少 只能装到1800吨 这个是没有具体的数字的 但是卸货的时候 它就有具体的吨位了 这就意味着连泄船称重 这样的手段 都无法消除沈先生的怀疑 他报了比如说1960吨 然后他的货 我现在就把它全弄下来称重 可能也会多于1960吨 也会少于1996吨 然后这个就没办法准确地计量 对于市主的质疑 几位民警也只能表示 自己爱莫能重 就在警方准备离开时 沈先生突然请求他们 帮忙查看一下船上的监控 那么他之前跟运输的船主 都有约定 就是在整个运输过程中 要保证AR1的畅通 或者监控录像的 全程的监控录像 不允许是关闭的 请专业人士也看了一下 这个监控 这个监控在平时的过程中 根据那个痕跡看 也没有出现什么明显的异常 船主的说法就是 他们四个人轮流 到这个范围之内 他就信号被屏蔽 然后船也发生了故障 可能这个码头 有一些他未知的东西 造成了干扰 一个普普通通的码头 怎么会存在通讯信号的盲区 为了排除威胁船只航行安全的隐患 警方决定正式介入这起事件 展开深入调查 别的船上监控好像没有出现这种情况 周围在江中这边没有工厂 在这边它也是孤零零的一个码头 这边是一个 在靠这边是一个船上树林 在这边是一个公园 一番调查后 警方彻底排除了这个码头周边 有磁场干扰 屏蔽信号的可能性 我们也试过 我们船上的AIS系统 监控系统 还有我们民警的手机 还有船员的手机 都是在这个范围之内都是正常的 打电话发现没有问题 跟正常的地方是没有任何区别的 警方又检查了几条船上的电子设备 结果也是一切正常 在排除了一切外在因素后 船只失联就只剩下最后一种情况 那就是人为故意关闭了信号 警方意识到 这几名货船船主 有涉嫌违法犯罪的可能 依法将他们控制了起来 同时会同沈先生一起 逐船逐个查看这批煤炭的千锋 沈先生说船上的千锋是他专门定制的 上边印有编码 一旦遭到破坏 无法二次使用 更没有多余的千锋进行替换 随即侦察员立即对四条船上的千锋进行检查 很快就发现了异常 发现四条船的千锋 都出现了一些问题 有的船千锋出现了长短不一 比如说它的规格是那个千锋的线长是60厘米 然后有的它只剩下30厘米 有的千锋发现有五零二胶粘的痕迹 很显然千锋被人冻过 并且有被修复过的痕迹 这个我们就问了报警人 千锋你的规格是不是都是一样的 他说我这规格都是统一定制的 都是一模一样的 我交给他的时候也是一模一样的 他们拍的照片 他打完千锋以后他要拍照片给我 拍的照片也显示是一模一样的 这样的话他肯定动了我的千锋 由此警方认定 船主王某超 石某大 李某斌 宁某伟四人 具有重大作案嫌疑 随即对其展开询问 在一系列的证据面前 几人都承认了自己有盗窃船上煤炭的行为 那这一排动作吧 这边装的还是那边装的货 下的货 这是两面 我们看他船也没有锅棒 他实际上应该也不知道东位数有多少 然后我们就想着想着点心思 想偷他点货 然后卖点钱 据四名嫌疑人供述 他们之所以选择凌晨作案 认为夜里作案 看监控的人一定会放松警惕 于是他们便将监控和定位系统全部关闭 再将千锋破坏 审讯工作开展的十分顺利 可经验丰富的罢民警 却隐隐觉得有些不对劲 几个嫌疑人或船 过错了非常的一致 煤到哪里去了呢 是怎么把它从船上偷走的 通过什么途径 或者跟哪些人合作 一切人要疑问 我们就觉得这个案子 肯定有迹象 几名嫌疑人只交代自己怎么偷的煤 对这些煤的去向 却语焉不详 说当天晚上 在马头附近 我们联系了一个路过的小货郎船 正好他受没探 我们就让他到我们船上来了 王母超口中的小货郎船 在当地被称为扫舱船 其实就是一种体型较小的货船 往往扫舱船船主 会主动帮货运船 清扫以撒的煤炭 船主就会把这些煤炭送给他们 或是低价收购以撒的煤炭 王母超称 案发当晚 他联系了一条收煤炭的扫舱船 扫舱船上有十余名男子 但他们并不完全认识 只知道扫舱船船主 是附近码头上的小商贩 卖给他煤炭 也属临时起义 谈好价格后 他们便先后将船上的监控 定位系统全部关闭 随后又剪断了部分前锋 用水桶盗窃了船上的煤炭 然后我们就是一千桶 然后正好是一百吨 十几个人到他们船上 用桶和敲 然后进行盗窃的行为 一共我们四条船 每条船用了二百五十桶 大概二十五吨左右 然后我们一共四条船 卖了四万多块钱 一共落了一千桶 嫌疑人还交代 在事后他们还用铁锹 把煤炭堆恢复成原状 又把破坏的千锋 用胶水沾了回去 其实外人看起来 这个它应该是很正常的 我都承认我偷了 我也承认我偷了一百吨 这个我们自己感觉 这个还是不符合厂里 就发现这个案子 可能没有那么简单 没有任何机械设备 仅凭四条货船上的 十几名船员 想把一千桶煤炭 在一个小时之内 全部搬到小货狼船上 显然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没有货狼船 就是我们觉得 这个他们在撒谎 可能不是用铁锹的 可能用其他方式装的 根据警方在现场发现的证据 几名嫌疑人的供词 似乎都可以得到印证 可是那条收煤炭的小货狼船 却始终不见踪影 而且还是凌晨 这个难度 即使它白天也很大 然后我们就感觉 这个事情可能没有那么简单 经过长江的治理 在2017年到18年的时候 江上的货狼船 基本上是绝迹了的 但是我们也不能排除 它可能从那河里面 跑来一个船来收这个货的 然后我们就派人来调查 找不到小货狼船 就意味着证据链条 无法闭合 长行警方联合地方公安机关 对可疑传之 进行了地毯式的排查 但始终没有头绪 我们排查了很长时间 就发现 根本就没有货狼船这个事情 然后我们就怀疑 这个船上的人讲了假话 感觉到案件的严重性 长行公安镇江分局刑侦支队 迅速成立专案组 对案件展开进一步调查 可就在这时 本案的报警人 某物流公司的负责人沈先生 突然又来到公安机关 希望警方撤案 当时报案人就跟我们公安机关讲说 这个因为船上的人 已经把这个损失 已经弥补给我了 我现在也不想追究他们的责任了 我给他出去谅解 陪他70多万 所以我们就诧异了 不能听他的说辞 把这个案子就把它撤掉吧 这个并且撤案是违反 刑处法的规定的 然后更坚定了我们信心 这个案子我们有查头 王某超等人究竟盗窃了多少吨煤炭 实施盗窃后 煤炭又消往了哪里 他们又在隐瞒什么 撒谎的原因就是他们卖的 肯定比他们交代的多 专案组判断 从几名嫌疑人的口供上 打开缺口的难度很大 想要寻找线索 还要另辟蹊径 假设几名嫌疑人 盗窃的煤炭数量较大 那么案发当晚 那个码头上的运输压力 就一定会变得很大 调查一下码头的货运记录 也许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我们通过找码头上的负责人 找码头上面卸载 这个货物的记录 发现他们这几条船 是通过码头上的吊机 来捡载船上的煤炭 然后从船上把这个一部分煤炭 吊起来装到垮车上拉走了 当天晚上大概有酒车货 酒车货算下来不少了 五九就四百五十吨的 这个数量就很惊人了 根据这一情况 侦察员在调查中发现 王某超等四名犯罪嫌疑人 在案发时段 均与一名马姓男子 有过密切联系 而根据码头上的工作人员回忆 当晚租用门吊机卸货 共有三名男子 其中一名男子正好姓马 驾驶一辆白色小轿车 负责对接船主和吊机工 马头工作人员口中的马姓男子 真名马某兵 江苏省淮安市人 近些年来 一直在做与煤炭相关的生意 据码头的工作人员回忆 当天从船上一共泄下来的 九车祸 其中有七车是煤炭 还有两车胶末 这一线索 让侦察员更加确定 收赃人不仅仅是联合了 这四名船主进行盗窃 对马舊吊机工的调查 他就讲了 当天晚上是六条船过来卸货的 和我们之前掌握的四条船卸货 是有差距的 我们警方就怀疑 除了有报案人 报案的四条船以外 还有一个隐暗 就是另外两条船 也盗窃船上的运输的物资 警方立即对马某兵 在案发当晚的行动轨迹 展开调查 发现案发当晚 马某兵和另外两名男子 张某 汤某龙 不仅都去过丹阳市的这个码头 还同时入住了 镇江的一家宾馆 而张某和汤某龙的出现 令警方立即警觉了起来 张某 汤某龙的出现 让警方意识到 这极有可能是一个盘踞在镇江市多个码头的盗窃团伙 他们专门针对货船上的物资下手 随即镇江分局刑侦支队向上级部门汇报 对马某兵 汤某龙等嫌疑人进行重点侦查布控 调查走访 了解马某是一个无业游民 他没有固定的职业 没有固定的场所 然后他每天的从 隔一段时间从淮安到镇江来一趟来一趟住 然后卸起车祸就走了 我们怀疑这个马某 就是把这个煤炭倒下来以后 然后还要卖给他的下家 卖给他的下家 这样的话 这个下家的查找就非常非常重要了 通过对马某兵的追踪研判 专案组民警逐步理清了该团伙组织架构 和主要成员的身份信息 收网时机逐渐成熟 2023年2月18日 专案组掌握线索 嫌疑人马某兵正在江苏淮安一带活动 随即派出警力赶赴淮安开展工作 在2月20号的下午 发现他车子朝扬州方向跑了 然后我们就沿着他的轨迹 然后来进行找 我们跟到了扬州了以后 发现又找不到了 我们通过那个监控摄像头 又发现他朝我们丹阳方向跑了 根据以往的办案经验 侦察员分析 马某兵等人频繁出现在 丹阳市的码头 极有可能在丹阳市的某个码头 有可以藏身的固定窝点 通过宾馆的调查中方 发现这个马某隔一段时间 都到丹阳来一趟 并且有的时候是带了两个人 有的时候带了三个人 当天晚上和马某一起来了 除了张某和汤某之外 还有一个王某的 连云港的一个王某某的 夫妇两个人也住在这个宾馆 和马某他们一起来 还有说有笑的 我们就怀疑这个可能 就是他们的下家 专案组联合指挥部决定 兵分两路 对这两伙犯罪嫌疑人 同时实施抓捕 2023年2月20日晚上10点左右 马某冰 汤某龙等 六名犯罪嫌疑人 悉数落网 那你就是靠着 你直接靠我了吧 我不会开 不能讲这条件 你这所有人 我这小条件 所有人都要到我们那边 去把这个朋友救了 姓马的同伙 姓张的一个中华记录 这个手机联系的一些记录 然后就找到了买家 当天晚上 一共下了320吨的货 一共卖了27万块钱 这个煤炭后来进行鉴定 加了人民余35万 四个船主 也陆陆陆续续交代了 这个通过联系姓马的 然后从在这个码头调货的事实 在大量证据面前 一只避重就轻 企图蒙混过关的 王某超等嫌疑人 终于交代 船上被他们盗卖的煤炭 不是100吨 而是多达320吨 马某兵在这个团队中 他起到了联系货船 联系这个买方的作用 然后他下面有张某 两个张某是一个亲兄弟 也是跟他这个属于一个团伙 但是他这个人 这两个人一个是负责提供资金 就是相当于买这个货 然后再把这个他们盗窃的这个煤炭 进行收购 然后再通过马某联系 然后联系那个买家 然后再把这个煤炭高于自己 收购的价格再卖出去 据嫌疑人马某兵交代 他以前曾是一名扫舱员 那些货船在码头卸在煤炭时 经常会移洒出来一些 而货舱里也总会有 卸不干净的煤炭 扫舱员在把这些煤炭打扫出来后 就据为己有进行售卖 而船主和货主则把这些煤炭 视为运输过程中的正常损耗 默许这种行为的存在 恰恰是这种管理上的漏洞 助长了马某兵的贪欲 这说明他马某某是一个长期 从事盗窃和那个船主向勾结 从事盗窃是犯罪活动的一个 主要犯罪卸议员 然后我们通过对堆厂老板的了解 这个他有一个固定 相对固定的一个下架 据调查 马某兵从2022年3月 至2023年3月期间 组织张某 汤某龙等人 先后12次分别在镇江某码头 安徽马鞍山某码头 湖北黄冈某码头等地 盗窃煤炭600余吨 石油胶200余吨 胶炭1000余吨 胶末近100吨 矿粉100余吨 军导卖给从事煤炭收购贸易的 犯罪嫌疑人李某顺 警方寻现深挖 将收赃的嫌疑人李某顺等人 抓捕归案 并成功起货赃物各类物资 70余吨 追缴赃款260余万元 本案共抓获犯罪嫌疑人42人 一个盘踞在长江下游的盗卖船运货物的犯罪团伙 被连根拔起 目前所有涉案嫌疑人 均已被警方移交至 镇江市金山地区人民检察院 审查起诉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欢迎订阅明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